Yolo 我們是最後計劃 我是Ken 我是家駱 今天又來拍這個好吃的Badda 真的好吃 今天我們做一個嘉賓的就是Hana 我是AAA的Hana AAA 對 她強調 因為我們拍兩次片兩次都打錯名字了 對 就是在旁邊 變邊那個人 這個 今天我們就跟Hana去了拍一條片 大家想知道就看上一條片 現在我們就去吃東西了 我剛剛在IG問了很多不同的觀眾 屯門究竟有什麼好吃 首先 人們就推薦我們吃雲串 等一下 但我們在下午已經吃了 我們都不知道原來是出名的 是好吃的 我覺得豬肌肉好吃 對 沒錯 然後第二多人說 起碼有四五個人說 就是狠得肥 肥 不是狠得肌 狠得肥 就是吃雞腿的 我們就沒吃過 現在就馬上去嘗嘗 Let's go 這個屯門地彈有紙品 帶我們來吃的 對 要我們自己找路 我們挺辛苦的 Hana 你多不多 不多 之前做事會 但真的不會走進來找食物 什麼 我知道 什麼 我知道 你知道什麼 喂 喂 Shit 突然間被我發現了一些 秘密 秘密 請吃雞腿 請吃雞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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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唉唷 多屎 好像有這麼多東西吃 又有餃子 這顆餃子有多有趣 而且整條街都是吃東西的 很多都是打爛的 很多都是打爛 坐下來吃飯 不如看看是什麼餃子 這麼多東西吃 有餃子有餃子 對呀 有餃子有餃子 怎麼辦呀 你吃什麼好 吃掉那間雞腿才再吃 對呀 買了那麼多東西 輸一個 然後就看看這裡有沒有餃子 想要一個沙薑雞腿 B餐 要蘑菇飯 對呀 有什麼東西有 有什麼意思 跟餐送菠蘿和葫蘿花茶 好呀 然後要一個山炸雞腿 要香芋番薯波三粒 然後要10元 賓魚蛋 好 這個就是招牌的山炸雞腿 我撕一下 皮很薄 很薄 我自己覺得一般一點 不 皮是薄的 皮薄但它的味道上不算真的會 哇一聲那些 因為它這個像 好像你在茶餐廳吃的那些 行五茶那種炸鼻 但它就沒有那麼硬的炸 不會好像咬石頭一樣 脆得來是薄的 有些炸的味道 它有一點點 和我預期的山炸雞腿 都好像有一點點粉在外面炸 因為山炸人家好像整塊皮很圓 那不是山炸雞腿 對 其實都應該是 不過是很薄的粉 可能純粹加了少許炸的糠 沒有蘸蛋漿 所以沒有一層很厚的粉 但可能它這樣炸會保留了少許油脂 你吃大口咬多一口 看看 豪邁一點 哇 因為油味蒜到很貴 因為平常吃到二十多元 還有一個好吃的版本 三十多元都可以 浪袋吃一下 我們現在試一下這個 它是跟餐的 這個就是蘑菇飯 剛剛開箭碗仔 因為它浸泡了泡飯 讓我試一下 它也只有幾塊菇 跟Caps 差不多 我覺得 但醬汁也好像幾多 我給你一個甜意識的印象 是不是KFC的統飯 是有點像 但我覺得偏甜 甜過KFC之外就差不多 我自己覺得 同學來說 哪個好吃一點 你喜歡甜一點 還是沒那麼甜 它原本的味道 我們喜歡行得機的 一點點辣 我們知道是完全不辣的 它這個真的很甜 你試試喝那些康空的 你試一口就知道了 你明白嗎 我覺得KFC的東西比較適合 這個味道我喜歡 這個很甜 你最想嘗試的薯波 很大期望的 這個 烏泥番薯 KFC差不多 是那類的 黃黃的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我覺得這個是我最想回來吃的東西 這個比起這幾個 都是加十多元 有三顆 單叫就好像二十多元 其實小吃差不多可以的 作為額外加 不算太貴又可以吃到 這個好吃 十分幾個分 七分 十分 還有一個魚蛋 沉皮魚蛋你不吃嗎 我可以試試看它會不會令我吃 因為我不是很接受到沉皮的味道 還有它說有些鼻祭醬汁在上面 你應該能接受到 這個很驚喜 這個 因為它沒有什麼沉皮味 對 它的沉皮魚蛋沒有什麼沉皮味 很少的香味 很少 還有鼻祭醬汁有點像沙爹醬 但如果喜歡吃沉皮魚蛋 可能就不太滿足 是沙爹醬有些 不過淡一點沒有那麼濃的味 想不到 我以為這兩個會是我最喜歡吃的 反而是這個護泥球 和魚蛋我會比較喜歡 我覺得在外面未必吃到這股味 如果雞扒這些 可能肯德基、蠔大大 未必吃到沒有沉皮味的沉皮魚蛋 對 它最出名是這個 最出名是雞皮 反而你們覺得普通 它也好吃 它也好吃 我用手撕 它的沉皮其實也薄 因為表面不是很厚粉 但它也有一點點 好像吉列 吉列豬扒表面的粒粒 胖那些 都是好吃 但它未驚喜到我 正常水準高一點 不過三十多塊我會覺得有點貴 對我來說 因為我吃過一個 在太子吃的 但不同價錢和賣點不同 Mobi 鹹蛋黃和香辣是更厲害的 所以有些比較 下次試試Mobi 現在試試沙薑餅 它和炸餅都差不多 我聞到沙薑餅的味道 好 來吧 試試 它很大 和我看七仔吃的 差不多 我聞到沙薑的味道很香 在旁邊的沙薑味 嘩 怎麼樣 它鹹得 嗯 它的沙薑太棒了 真的嗎 可以撕一點點試試嗎 中槍的 沙薑的感覺 但我覺得鹹了一點 它吃了一整盒沙 對 好像剛剛浸完雞腿 在沙灘上 沖出來咬了一口 但我覺得好吃 如果有飯的話 拿蘑菇飯過來 其實拿飯配是一流的 說真的 但它吃重味的人會喜歡 我自己覺得 可能因為近期吃得太清 所以我會 所以敬一下 我覺得我會 翻炒這個 多過山炸的 但它是好吃的 很好吃 它連雞肉 都是淡淡的沙薑味 它不只是外面 外圍有這個味 它是連裡面的雞肉 也是有 它是不是鹽 鹽的沙薑汁 有一點點感覺 我覺得真的不錯 我可以吃光 這個OK 這個真的不錯 我還有一個是 加樂士忌 我剛剛偷吃 你剛剛偷吃了 是啊 我先試一下 叫的餃子 這是什麼餃子 它是在隔壁的隔壁 隔壁隔壁 在隔壁隔壁隔壁 耶 不知道大家聽到 很脆 挺有趣的 它是蝦餃 蝦餃 它是蝦餃 平常茶樓吃的蝦餃的內餡 但是 日式餃子皮 日式餃子皮 我覺得外皮是挺好吃的 外皮是脆脆的 薄一點會比較好 是脆的 但薄一點會比較好 是 但我也是 我喜歡茶樓的皮 會最搭 最好吃的 這是新意 特別的 可以試一下 而且我覺得熱吃會比較好 現在冷了 你放了很久 純粹在 垢得輝隔壁街 我忘記了叫什麼 打架 打架 喂 拍完那邊 我沒有想過吃東西會有這些東西看的 你已經死了 你已經死了 嘩 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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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地記者 Ken為大家報道 現在大概有幾男幾女在這裡打架 他開始在望我們了 他開始在望我們了 算了 我們還是繼續吃東西了 我們還是在這邊 呃 屯門 原來屯門吃東西是這麼開心的 哈哈 哈哈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 其實後面有人在打架 哈哈 都說說一些食物先 不要看人打架了 那我覺得這一間的 狠得輝 真的很厲害 哈哈 我覺得這一間 狠得輝的 它的沙薑肥呢 我自己覺得是很出色的 不過是適合一些 比較喜歡吃 重味的人 可能買回家送飯也可以 是啊 沒錯 8分的 但如果我吃得沒那麼清 你可能會給9分 沒錯 那Hana 你呢 你最印象深刻是誰 其實我都是沙薑雞 沙薑雞我給8分 還有那個 會員的球 我就給7分 OK 這兩個我覺得可以捱的 沒錯 那你呢 你是不是那個黑餃 我沒有吃過沙薑雞臂味 我應該會給炸鼻 炸鼻可能7分左右 因為它的味道跟那個 味道很特別 但又不是很差 覺得都OK好吃 7分 中常 你們是否沒吃過沙薑頭 我沒有吃 我吃光了 不要緊 這個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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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好像吃第三顆 不是 你吃完 你吃完 那好了 那Hana呢 這條片就知道 Hana有多自私 喜歡吃的 就三顆一起吃完 那記得 記得like subscribe share 這個channel 還有follow my Hana的IG 和youtube channel 那 今次這條片是這麼多 我覺得 肯德輝是可以試的 還有屯門 吃東西真的多姿多彩 哈哈 我們下次再見 還繼續 對 還繼續 拜拜 拼過去 拜拜 拜拜 認不認得 拜拜 錄不到你的拜拜 大家都在這裡吃東西的時候 證明蘑菇飯應該真的不太好吃